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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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功的进入了胡人队的轮换阵容 也成为了球队的首发大将 在上赛季结束后 库兹马也入选了联盟的最佳新秀阵容第一阵手 毫无疑问 库兹马在比赛中证明了自己 他的能力值至少要有82左右的样子 但是 IK官方竟然只给他如此低的能力值 不得不说 他们有时候就是在瞎搞 有很多地方是让人不幸福的 看看他们给保罗乔治的能力值 我们就不难知道 IK官方也有不少阶遇的地方 网友球迷们看到这段对话后 可是在评论区纷纷留言 发表着自己的观点 一位叫做不放地区小雨 的网友如此回复道 好气哦 但还是要保持微笑 一位叫做酷酷雷雷的网友如此回复道 脸上笑咪咪 心里MMP 一位叫做飞翔的甜甜的网友如此回复道 酷兹马太懂事了 请上看看的 大爱酷兹马 一位叫做滴滴酸的网友如此回复道 跟他又不是礼貌的微笑 网友球迷们的回复还是很精彩的 有彩 下赛季的胡人盾很有可能会杀入季后赛 酷兹马在下赛季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谢谢大家